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均的幅度在0.1%至0.5%之间 另外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是维持在1311附近 而油价则继续上涨 目前已经回到了63.50美元一桶 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目前出现了稳定上涨 目前进一步逼近至9000美元附近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 目前比特币的反弹 以及石油和恒生再次发力 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说一下比特币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在今年开始 估计是不知道是太岁压顶 还是到了厄运 始终价格就非常差 除了一月份曾经去过2万附近左右 到了2月初开始就一路下跌 最低的时候从2万美元一枚跌到最低不到6000美元 跌幅高达了70% 那即便是之后出现大反弹 但始终也上不去1万2 目前在过去的一周时间 也是在8000到9000附近埋怀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到 比特币除了这个概念股以外 其他一个很大的因素影响到价格 就是来自于世界主要国家 这个监管方面的压力 你不论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香港 还是欧盟这些主要的交易国家 只要有一个出台对于比特币不利的政策 那么它的价格都会出现较大跌幅 那么我们知道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 中国已经关闭所有的国内比特币交易所 但是在上个月 特别是过去几周 中国投资者发现 在境外服务器的APP、手机APP和网站 有时候也无法登录 这让他们非常的担心 因为即便你手上有几十个、七百个比特币 但是你手机上过去、网站无法登录 这个时候你怎么交易 就算是有亿万身家 但是也卖不出去 所以说我们看到比特币在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 从两万的高度一度是跌破到六千以下 特别是在二月初到现在的整体也是在基本是项目下的走势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比特币左边是三月初 三月初的时候曾经一度到过是一万一千六百美元一枚 但是在这个三月十五号的时候 最低曾经再次触及 先前触境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一条一小时平均线的这个长期周线 目前的价格是比特币从三月份以来 第一次出现一个小规模的上涨信号 那如果比特币能够在九千的价格 占满或者说占稳24小时以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有更大的上润不坚 所以说目前为止是比特币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首次出现了短期的上涨信号 未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 比特币受到政策影响性波动非常之大 只要在政策上没有对它进行干预 那么我们相信它很快能够恢复到一万美元左右 那么接着再来说一下我们常见到的 这个另外两个话题就是石油以及恒生指数 石油和恒生指数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长期看好的产品 那么在今年二月份也伴随着美股的下跌 遭遇了10%以上的下挫 油价最高从67美元跌到58美元 但是在现在来看 石油价格已经稳定回升至63.60美元一桶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 只要油价能够上64 那么我们相信它会再一次触碰67的高点 另外呢 这个恒生指数和A50也是我们今天要提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不妨看一下这个走势图 恒生指数和A50在今天 在我们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已经突破了过去两三周以来的新高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再要往上 那就是今年的全年最高点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 比特币 原油 恒生指数 以及A50产品 那么在今天晚上 澳洲时间晚上8点半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平均时薪 以及失业率数据 再往后一点 凌晨的1点30分 是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那么在周四凌晨5点钟 上午早上的时候 就是澳洲时间凌晨5点 北京时间凌晨2点 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 关于美元要不要加息的会议决议 那么在今天明天早上的凌晨的会议上 美元有极大可能会出现 2018年第一次加息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